记者郑明祥苗栗报道 为整顿交通改善展项会车阻碍主线道通行问题 苗栗县头份市公所将中华路1231项网次强路改为单行道 县正位勋导期将于明年1月12日起正式实施 文化街224项网文化街方向则改为县施单行道 每天早上7点半至9点半支出不进 今天开始实施施工所也提醒民众注意交通规则 以免挨罚中华路1231项锦铃台一线自强路旁 向道狭窄不足3米宽 若有小客车行径及车都需贴币通行 若遇到两车会车情况 长造成转入车辆必须于自强路及中华路巷口停等 导致主干道自强路车辆回堵严重影响交通 头份市公所已于本月12日贴出公告 现列为公告宣保期预定于一个月后 1月12日正式实施 但许多用路人不清楚新规定人驾车进入巷内 而文化街224项同样仅可容纳一车道通行空间 而每天上班上课时段常发生驶入 与驶出车辆汇车困难造成文化街回堵 市公所虽将该路段每天早上上班 上课间逢时段7点半至9点半 改为现实单行道 经公告后于今天正式实行 明早将预上实行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市公所也提醒民众行经该路段 须多留意避免违规哀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